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然运转 可减少生命能量的消耗 能够充分地让气血供应人之园灵 开发人的大脑产生智慧 并能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 达到平衡阴阳 提升修炼层次的效果 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是前辈们宝贵的修行经验 打坐要讲究方法 次第 火后 从心性礼法上讲 有人在打坐中会看到景色或产生幻念现象 如果把持不住分寸就很容易随静而迁 心不得静 如此长期下去就会出现思想走偏 意患天外的后果 因此要明白修行之理后才能正确打坐而不走偏 在命宫理法上讲 由于人的脑神经系统和心脑血管 在平时生活中遭受各种污染和伤害 导致脆弱 如果在没有修行基础 真气不足 经络不通的情况下 强行打坐 意导致意外事情发生 如心梗 脑出血 精神紊乱等 或者导致气机乱动带动身体不稳 坐立不安 杂念甚多 静不下来 是否适合打坐需要因人而异 对有的人比如心性不枉 身体健康 务实不患者 就是一种很好的修炼 如果身体不健康 经络不通畅 疑神疑鬼者 或者忧郁 妄想 精神病患者 若急求打坐就是最大的弊病 若不明白打坐的作用只能在打坐中迷失道根 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的精神压力大 心理不健康的人很多 因此很多人希望通过修炼达到健康效果 或者有贪求神通功能的人 急求打坐更是危险 为什么有人走火入魔 所谓火就是意念 思想 精神的活动 活动不稳 乱了心性 想入非非者 思维走火 他们随着自己的幻境跟着走了 把幻觉当真实了 与幻境中的场景进行沟通 见先人内心激动 甚至流泪或自言自语 这样的人就是走火 然后是入魔 所谓入魔是思想 心性超乎常人的思维 他们意幻不真的宇宙法界 喜求天外神佛的将士 他们的心性已不在地球上了 浮想连篇产生各种幻觉 最终毁入魔道 入魔者本身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入魔 还在沾沾自喜其心境达到高层次 甚至望自尊大的 即为人师进行现场说法迷惑他人 他们从书本上自猜修行隐语盲目解释 这样的人他们对生命不加珍惜 幻想死后投胎 认为在娑婆世间是痛苦 行为孤僻 一走极端或自杀 这样的人会疯狂地到处宣传 自认为是行善 到处误人害人 把他们的错误理解误导人 导致更多人受其影响而走偏 现代网络和现实中 不乏大量这样的势力 我希望大家修行能够明理提高分辨能力 明白修炼的弊端 正确辨别修行的方向 知道什么是修行 什么是迷信 什么是信仰 什么是教徒 什么是走火 打坐入境是品德 是功德 是不求 是不忘 捡欲望的过程 达到心性触境 入境后的提高才是入定的境界 入定似神而宁 似心而止 似物而故 岂是随便言定之境 你只迷于打坐何来功德 何来入境之姿 你盲目参道打坐 只能害了自己 误了大徒 修道者多如牛毛 成道者凤毛麟角 何音 源于没有基础 什么是基础 尊师重道 品德修养 练功方法 赌漏补亏 真气充足 经络开通 稳心助性 心性明理 没有这些基础 你往哪修 你会修吗 你能坐得住吗 你能入得境吗 若只是形体的静坐 不是真静坐 只能算是休息 徒劳的体罚 痛苦的折磨 没有作用 还恰得其反 胡思乱想的静坐 不是真静坐 是走火入魔的开始 是异患的天堂 是天外的圣果 精神病的家园 什么是真静坐 是经络通畅后的花蕊绽放 是平时 为人品德修养的映现 是无求无欲中的神火 是性光的折射 迷雾者看经书 照本宣科 芒猜向眼 我把打坐 闭上眼睛看见的发光幻觉 当时见到了性光 岂不知性光是言语 比喻智慧的产生 灵性的觉醒 神火是比喻本性的复苏 元神出窍 是比喻元神显现 芒师们一代代的以迷倒迷 一篇再篇 离道十万八千里 迷失道真 大道之简 是宇宙万物发展之规律 是中华文化之精髓 是中华道家哲学 是大道理极其简单 简单到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 所谓真传一句话 假传万卷书 万物之始 大道至简 演化至凡 出自老子的道德经 大道至简 不仅被哲学流派 道家儒家等所重视 也是人生在世的生活境界 大道至简 人生易简 开悟 深奥了就简单 简单了才深奥 从看山是山到看山是山 境界不一样 从简单到复杂 再从复杂到简单 就是升华 生活的意义在于简单 人修炼到一定程度 会淡薄一些事 会简单 你可以理解别人 但别人不一定理解你 其实人不在理解 在认同 大道至简 人生易简 一千个人 有一千种生存方式和生活道路 走过岁月 走过生活 心里有许多的感慨 一切放下一切自在 当下放下 当下自在 生活中的很多问题 并不需要放在心里 人生的很多负担 并不需要挑在肩上 一念放下 才能感受到简单生活的乐趣 才能感受到心灵飞翔的快感 天地之道 简易而已 人生苦短 诸事不想太复杂 简单生活 人生这部大戏 一旦拉开序幕 不管你如何怯场 都得演到戏的结尾 成长过程中 最大的挑战在于 有些路段 只能自己寂静地走 快乐工作 简单生活 才是幸福生活 人要懂得知足常乐 所有的哀伤 痛楚 所有不能放弃的事情 不过是生命里的一个过渡 你跳过了 就可以变得更精彩 最好的生活 就是简单生活 一盏茶 一张桌 一处清幽 日子平淡 心无杂念 可是简单的生活 容不容易 关键看你怎么活 处境在于心境 心境改变了 处境也会改变 你像生活要的越多 你就会变得越紧张 越复杂 生活也就越不容易 反之 你对生活要求的越少 就越容易满足 越容易快乐 江山明月 本无常主 得闲便是主人 大道至简 活在当下 知足便能常乐 误入无怀之静静 一轮之心悦独明 尽显心境之境界 心境自然从容洒脱 持心若水 笑面人生 更显心境之魅力 人生在世 平淡才是最真 静默才是最美 生命里最持久的 不是繁华 而是平淡 不是热闹 而是清欢 生命里总有一个故事 想讲述 却难以开口 就这样在心底 渐渐谱成了去 人就是这样 得不到的 永远向往 失去了的 才会觉得珍贵 所谓的得失 情缘 风景 驿站 都在时光的尘烟中 慢慢淡散 虽然有些事情放下很难 但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终究会走远 人的一生 注定要经历很多 红尘路上 有朗朗的笑声 有委屈的泪水 懵懂地坚持着 有成功的自信 有失败的警醒 每一段经历 注定珍贵 生命的风营 源于新的慈悲 生活的美好 源于拥有一颗平常心 生活简单 让人轻松快乐 想法简单 让人平和宁静 因为简单 才深物生命之轻 因为简单 才洞悉心灵之境 正确的修炼 需要打好 性命之功的基础 关于修炼 为什么不嫌打坐的道理 以上讲述很详细 希望对 急于打坐的人 有帮助 今天的内容 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 再见吧